几万元高价买过来的种犬 本想靠着这些种犬生小狗发家致富 但是这位犬舍老板最终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 这位犬舍老板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小伙 他原来是养鸡养鸭的 但是鸡鸭现在行情并不是非常好 而且饲料的价格这两年大幅度的涨价 养鸡养鸭基本上都是在亏本运营 于是小伙子心想能不能换一个行业呢 因为他非常喜欢养狗 所以对宠物狗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他知道有两种狗现在价格是非常高的 一种是法国动牛犬 另外一种就是恶霸犬 他想既然想养狗那就要养最好的 买品质最好的种狗 那么小狗生出来才会更加值钱 于是他买了几只种狗回来 每只种狗的价格都是高达几万元 第一年由于技术并不是非常成熟 这些种狗一只小狗都没有生下来 让这位小伙亏得血本无归 他说养殖嘛都是这样 刚开始没有经验肯定是挣不到钱的 第二年重新来过就好 第二年他到很多老犬社去取金 技术已经掌握得非常成熟了 这些种狗也非常争气 第二年给他生出了非常多的小狗 小伙子心想这么多的小狗真是可以发财了 一只小狗不要卖个一万卖个八千七千 那这么多小狗加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 但是当这批小狗长到两个月大再去卖狗的时候 出售的价格却令他大感意外 原来卖了很长时间 这位小伙子一只狗都没有卖出去 明明别人一只小狗都可以卖个七千八千上万元 为什么他一只也卖不出去呢 因为宠物狗这个东西价格变化是非常大的 一个品种狗价格最高峰的时候可以高达几万元 甚至几十万上百万元一只 帐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当市场破灭的时候价格却非常低 但是现在恶霸犬的市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这位小伙子狗的品质也非常好 但是他缺少销售渠道 因为能养这种价格很高的狗的土豪毕竟是少数 那些有名的犬色他们自己手上有高质量的客户群 所以可以高价卖狗 但是这位小伙子原来是养鸡养鸭的 并没有什么很好很优质的客户群 这就导致他的小狗虽然品质也很好 但是一只也卖不出去 这位小伙最终万般无奈之下 只有将这些小狗发布到网上 全部低价出售了 这位勤奋的小伙现在又改行去养猪了 但是现在猪价这么低 这位小伙能赚到钱吗 估计又会亏得一塌不足 但是这位小伙说了 别人畏惧的时候我疯狂 正因为现在市场已经掉进了最低股 所以他要贷款高价杀戮养猪市场 希望能趁着这一波行情大发一笔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这位小伙能够发家致富